反断年金改革法国31号发起的第二次全国大罢工 包含的巴黎和马赛、里昂等城市 都有大批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巴黎警方还对抗群众发射的催泪瓦斯 而现场白烟弥漫 警察手持盾牌和抗议民众对峙 还有民众手拿着照明弹在街头燃烧 法国政府计划将法定退休年龄 从现在的62岁延后到64岁 并且延迟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 引发了法国民众强烈的不满 美国波音747型客机一项被称为是巨无霸客机 不在历经的53年风光岁月之后将要告别 波音生产的最后一架商用的波音巨无霸客机 在美国时间1月31号交付 等于是划下了最后的据点 而这架扩机是交付给货运业者亚特拉斯航空 波音也宣布停产747 在过去的53年来波音一共生产了1574架的747 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就是747的机型 而众多美国中产阶级也因为747的载客量庞大 得以购买比较廉价的票价 而以负担前往欧洲之旅 不过在更省油更有效率的双引擎客机出现之后 747就被迫走入历史了 好 再来看到巴基斯坦有一间清真寺 遭到了自杀炸弹客的恐怖攻击 死亡人数是已经增加到了100人 而40包含的97名警察跟3名的平民 200多名的伤者当中还有27人目前情况危急 而当时有300多人是在里头坐礼拜 炸弹客就坐在前排引爆了炸弹 造成了整层楼跟屋顶的框塔 而死伤也很惨重 当地警方表示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报复攻击 一身后人巨响 巨大火球冲天 巴基斯坦白夏瓦市的一间规模庞大的清真寺 发生大爆炸 一名自杀炸弹客在室内引爆炸弹 整面墙被炸得四散纷飞 部分屋顶倒塌 许多信徒当场惨死 有人被压在瓦砾堆中 拼死挣扎爬了出来 全身满是尘土 更多人受困当局紧急救援 现场一片哀嚎 当时有近300多名信徒排队坐礼拜 多数是警察 警察总部情报局反恐局都设置 在此平常戒备森严 没想到被人闯入 炸弹客在一楼做前排自爆 导致二楼坍塌 楼下整个被掩埋 带领礼拜的教长也罹难 警方坦言为安有输了 巴基斯坦塔利班分支机构 成员声称犯案 但塔利班发言人却发表声明 驳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严厉谴责 说这起攻击令人生物痛绝 这是近年来 安全部队伤亡最惨重的恐攻之一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 更警告美国公民 伊斯坦堡的教会 犹太教堂与外交机构 都有可能遭到恐攻 在欧洲多国发生焚烧克兰金事件后 美国已经在四天内第二度 发布警示相当罕见 记者组合报道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